副总统肖万长因为开刀住院圣赞呢 正在复原当中啊 我们从头到尾看到了肖万长呢 脸上还是挂着招牌的 这个微笑老肖的这个笑容 但是呢其实大学的时候 跟他同班的前新闻局长邵玉铭吐槽说 大学的时候呢 微笑老肖不爱笑 他只爱读书 这是我 长大了 这多久 多久以前的照片 是1961年 翻着已经拖曳的毕业册 前新闻局长邵玉铭 谈起自己的老同学 好得意 黑光眼镜一副憨厚模样 认出来了吗 他是现在的副总统肖万长 站在人群角落 不特别显眼 但却是老同学眼中的超级模范身 我第一次介绍他的印象中 觉得他非常的纯朴 而且沉默寡言 但是念书非常的用功 这上课从不辞到早退 也从不翘课 笔记抄得非常的紧碎 他的笔记大家都很想进来看看 一丝不苟的肖万长 大学八个学期里拿下七次第一名 唯一隐恨的那一次就输给邵玉铭 八个学生拿了七个第一 这是不简单的事情 可是输给你一次 我那是完全是大概大一上啊 还懵懵懂懂啊 也是死K叔 凡事有计划 肖万长创当政坛成了微笑老肖 不过这个封号老同学有意见 我说你在学校从来看见效果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一个人 后来他他后来就是微笑老肖 我就很好奇 有时候我回我都问 哎我说老师你怎么现在变成微笑老肖 哎呀他说你不晓得 我们在外面当外交官呢 有很多都没有邦交嘛 就是要求人家 要对人家客气 所以这个笑容啊 就很自然就挂在脸上 当弄久了 他就变成微笑老肖 这是亲国跟我这样讲的 政大外交系 那个不笑的模范声 现在是总统府的微笑老肖 将近50年误患心仪 别策会破旧会脱液 老交情不曾磨灭